好啦 這個程式碼推移剛才的修功告 就是這樣 這邊 我不曉得之前有沒有談過 這個有一個宣告 這個前面的這些include的啦 intman 這個都講過了 因為你們知道是什麼 接下來你要宣告的過程裡面 onsign integer 這個int是代表一個 就是說任何的變數都要有一個型別 它有一個type 一個型態 那這個是整數的型態 counter 那counter這邊叫 前面加onsign的意思 其實onsign就是沒有負號啦 它是只有正數就對了 那是一個正整數啦 大於等於你的正整數 所以onsign你可以用這個東西 或者你不要用也沒關係啦 反正它基本上就是一個多一個型態 是整數 但是它是沒有複齒的 叫onsign 那這個來做counter 然後另外grade、total還有average 這個都把它當成是要宣告的變數 都是整數 那接下來我們剛剛說過要初始化 那初始化就是把the count的右邊 sign給the count的左邊 所以total是0 那我們的counter呢 因為我們這邊事先知道 這邊很重要 我們在做counter以後 待會兒還有一個例子 不一樣的情況 這個我們事先知道你有10個eput 你要輸入10個 所以你的counter可以先把寫成1 你的counter的記數記可以先寫成1 好 然後完了之後 這個就初始化的動作 所以這兩個 這兩行就推移到我們剛才的這個 suitable code這兩行 那接下來的while這個圍圈 這個圍圈就是推移到我們剛才的這個while 所以while的怎麼寫呢 while的寫法就是while 然後括弧 這個括弧裡面就是在做條件判斷 那這個條件判斷如果是真的話 你才會繼續去執行這一塊 如果while這個判斷是錯的話呢 他就直接跳到的嘛 跳到他的這個括弧所推移的後面這一塊 接下來的程式 所以我們的while是counter小1等於10 小1等於10 那接下來他做什麼動作 binf這個動作 然後來scanf 然後來做這個累加 還有做counter在累加 累計啊 所以他這邊有四個action 這四個statement 四個敘述 那這邊這個兩個在幹嘛 binf這個在幹嘛 要留格 這個就是一個prompt 就是我在提示字緣 我在提示使用者 輸入這個什麼 輸入成績 好 那輸入成績 這個反正你要對應 因為他就是用什麼 用雙引號引起來 所以他這是一個自傳的常數 所以他這邊對應的是percent s s在乎3 那接下來scanf就在讀資料了 那grade 這邊記得要加上一個m% 然後呢 他是一個整數是percentd 然後不要忘記加一個分號 這是讀資料 讀完之後呢 我再把我的讀進來的grade 跟我的poto poto一開始是0 然後加起來水到poto 這個再做累積 counter原來已經是1 那這時候呢 因為你讀一次就已經是1了嘛 這邊很重要啊 聽清楚啊 為什麼這個counter是不是1 因為你這邊讀進來 就代表已經讀一次了嘛 所以我這邊事先的初始化的counter 就把它變成是1啊 待會兒我們這邊 有一個初始化的counter是0哦 會是0哦 那這邊是1哦 你要搞清楚這中間有什麼差別啊 這搞錯了就千差地有 所以因為你的while 假設你已經事先知道你要輸入10次了嘛 所以我反正一定會讀一遍嘛 一定會先讀進來 所以while是counter 因為counter你現在是射成是1 但你射成是0 他也是一樣會讀啦 但是如果你射成是0 會怎麼樣的情況 你自己去把它模擬去跑一遍 如果今天counter把它射成0 所以0小於10 OK嘛 對不對 所以他會讀 讀一遍完之後呢 counter這時候會變成多少 0加1 0加1變多少 1 所以1再回來 1還是小於10 對不對 然後繼續跑 他這邊壞了會跑幾遍 會跑11遍 不是跑10遍 所以為什麼要這邊把counter射成1 很重要啊 所以這個是因為你已經知道我已經要讀10遍了 所以我一定會讀一遍進來 所以我這個counter開伐射成1 講了m遍啊 到時候再錯了就不要怪我 心很熟啦 那counter等於counter加1 這個就是做累計 然後這樣做10遍完之後結束呢 接下來就做什麼 接下來就做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就是average等於total除以10 這個就算他的什麼 算他的頂居嘛 然後完了之後就把它print app出來 所以這兩個 就等於是我們的suto code的 後面的這兩個 類似這樣 所以很簡單 所以這個suto code跟你的程式碼 基本上就長得滿像的 那因為今天是寫著英文 所以看起來更像 好那這邊 他這邊 這個是他執行的結果 這個你們有興趣自己把它打一打 或者是特本的光碟 我不曉得沒有那個 他附上那個程式碼 你就直接把它弄進來試看看 好 但是這邊有一個問題 我們待會兒也會碰到 你的total除以10 因為你今天早上是10個人 這個會有一個問題 total我們宣告成是什麼 整數 10也是整數啊 整數除以整數 在電腦程式碼 他會認為它是什麼 還是整數 還是整數 所以今天如果加起來 像這個加起來可能正好是 因為10個加起來可能是810 810所以他個位數是0 所以除以10之後 他正好會整好是81 如果你今天的不是10呢 這個就對 就你這樣除起來 你的存進去你的average 可能搞不好是 應該是81.2 假設啦 他是81.2 但是因為你是整數除以整數 所以他81.2就會變成81 所以這個會有問題 所以這邊有一個小問題 是這個他們要 待會兒你下一個問題 就會提出這個解決方法 接下來我們再看第二個案例 叫做警示訊號 這個翻譯也是很奇怪的 這是一個訊號 就是說我們把剛才的 再算平均的問題 把它做所謂的一般化 所謂的一般化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剛才是說 已經確定是10個人嘛 但是你一般 所謂的一般化 就是所謂的generalize 我們一般是不是真的只有10個人 就是一個班級是不是只有10個人 不一定嘛 有時候什麼是20個人 有時候可能是50個 50個 50一 五十 不一定啊 所以如果你沒有辦法 事先知道你這個班級有多少人 那我能不能讓電腦程師自己決定 看看要輸入幾個文字 所以這就是一個所謂的 叫一般化的問題 把它普遍就是它不用考慮特殊案例 剛才只有10個人那個是特殊案例 那我現在要不管幾個人 我都可以來處理 今天你只要是 只要算平均class的average 班級平均 不管你這個班幾個人 我這個程式都可以處理它 因為這個程式可以用在海空系 可以用在海滋系 或者什麼電機系 那每一個班人數不一樣 那你算平均的話 我就那個人數沒辦法事先知道 人數沒有辦法事先知道的時候 我們怎麼辦 這是一般化 那你要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要發展一個層次 可以處理任何數目的成績 就任何的學生數目的成績啊 那當然剛才我們說過 10個是事先知道的 但是我們在這邊要希望的是 不知道要是輸入事先 我們不知道要事先 事先不知道要輸入多少個成績啊 所以這個程式要能夠處理任何數目的成績 那這個叫一般化 那這個就稍微的要複雜一點 那這個時候我們會用一個叫做 警示訊號的控制創新結構 警示訊號這個名詞叫做Sentinel Sentinel其實英文翻起來是叫哨兵啊 哨兵知道嗎?叫伺候兵嘛 可是打仗的時候先跑去前面 先去 先去觀察 這是人家所謂的碳碼有沒有 碳子還是什麼 我們玩Sentinel 我們會看到這個訊號 然後它就是一個哨兵在前面先去偵查情況 類似這樣 但是這個太複雜了 我們一般就Signal或只要Flag 就是說有問題的Flag舉起來 就代表一個訊號出來 所以類似一個Flag或是Signal 一個訊號 所以我們利用這種Flag或Signal的概念 像警示訊號的概念 我們可以來處理這樣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是說 我們會特定去設定一個值 設定一個特定的一個數字 這個數值就是代表我們這個Flag 或是這個Signal 或是代表這個警示訊號 當你使用者輸入這個值的時候呢 我就代表我輸入要中值了 因為今天我輸入 假設我們班有50個人 那我輸入50個 下一個我在輸入的時候 輸入成績的時候 我這時候就不輸入成績 我就輸入這個符號 這個數值啊 這個數值是很特別的 因為你成績不可能是負 就類似我們說 我們通常成績不會有負的嘛 那我就輸入負1 當我輸入負1的時候 電腦就知道 我看到什麼 我看到Signal 我看到這個煙火放出來了 我就知道怎麼樣 這個回缺該停止了 所以等於是讓使用者自己 輸入這個Signal符號之後 我的電腦就停止輸入 這樣懂嗎 沒有很神啊 就很崇拜的眼鏡這樣看 這只是一個方法而已 就當你把這個訊號放出來 就讓使用者自己輸入之後 電腦它就知道它還停止了 這個叫做一個Signal 那當使用者輸入這個數值的時候 你的輸入就中值了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處理 所謂的不確定的寵物回缺 不確定的意思是說使用者今天高興輸入23個 23個之後你接下來是輸入負1 那就停止 如果現在是輸入38個 那38個第39個它輸入負1就停止了 所以它就可以處理叫不確定的寵物回缺 這個概念 那訊號當然必須這個訊號的數值 要跟我們的常態輸入池 有什麼顯著的差異 那電腦才比較好區分啊 對不對 你今天如果說 你要輸一個數字是正好分數 如果這0到100中間 那電腦不好判斷 萬一正好0到100中間 某一個是成績 那就不好判斷了 所以我們一般的通常 給他一個很特別的 像這個成績不會負值 所以我覺得會負1 那有時候有東西如果有負值 那你可能就要設計一個很大的數字 可能是1000萬 當使用者輸入1000萬的時候 那可能代表中資 所以depend 不一定這個警示訊號可以去看 不同的case 去輸入不同的結果 那這邊是要用複1 好 那接下來我們談一個概念 就是說當我們在做這種 做這種shoot of code 我們剛剛說過結構化的城市設計的時候 它其實它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階層的 是hierarchy 一層一層往下跑 對不對 我們剛剛不是這張最主要 就是在談那個結構化城市設計嗎 那結構化城市設計 它其實就是一步一步的 就是top down 從上而下的來修改你的這個shoot of code 那就是所謂的refinement 就是把它更精緻化 那這種從上而下 從上而下不是從層次最上面 它是從所謂的最宏觀的角度 先去切入這個問題 然後再就是我們所謂的最上面的那個大目標 那個大目標先把它確定好之後 再把它切入到更細緻的問題 然後再往下展開 那這樣的一個概念就是一層一層下去的 這種叫做top down 從上而下 從擦掉黑板這個top down下來 那top down就是一種階層式的分類 或者是系統廢系的概念 那我們一開始通常碰到一個問題的時候 像剛我們接下來就用這個問題當成一個例子來說 我們怎麼樣去top down下來 怎麼去top down從最上面的這個階層 然後繼續往下去做 剛才我們看的seudo code 就噗啪啪一下就寫出來了對不對 剛才前面的seudo code不是一下就寫出來了嗎 那我們現在開始來就是說 如果要用階層式的概念的結構化和設計 我們先會有一個所謂的叫total statement 就是一個總敘述 這個總敘述勒 就是最頂端的 這個總敘述頂端的層區裡碼 以這個問題來說來說 就是我們要來決定這個cluster average or quiz 就這麼簡單一句話 所以你的目標 你最top的部分就是在一句話而已 通常就是一句話 如果問題沒有那麼複雜 或者說即便問題很複雜 你可以把它很精簡地濃縮到用一句話來 描述你這個問題的目標是什麼 那這個就是你的最頂端的這個所謂的敘述 那我們對於這個問題來說其實就在決定 這個cluster的什麼 quiz 它的成績 它的平均呢 它的這個小考的成績 所以這個是一個總敘述 是一個所謂的單一的敘述 說明了整個城市的一個最終的目標是什麼 最終目標就是算小考的平均很簡單 那接下來就做什麼 接下來那你說問題那麼簡單 根本對我幫助沒有 一點幫助都沒有 但沒錯 但至少這個目標你要先確認嘛 目標確認之後 你才能夠繼續往下去分割成更小的工作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把它工作 把它列出來 這時候它的工作是什麼 我們要先用順序的概念 就是第一步做什麼 第二步做什麼 第三步做什麼 所以接下來的分也是比較粗淺的分 比較粗糙的去分它 那所以它的第一個 所謂的初步的refine 第一步的初步改進 好 我為了達成這個算小考的總平均 所以我的第一步一定是什麼 要先把我的變數要做一個初始化 然後接下來呢 input sound and the count the quiz break 就是我先把我的變數先初始化 因為這邊會用到 用到什麼 用到累加累計的概念 所以要先把變數初始化 那接下來就是輸入資料 然後把它做summation 做加總的資料 然後來計算 然後來count 它到底有幾個 count the quiz break 就是來count 就是看有幾筆資料輸進來 所以接下來的第二個動作就是這樣 那最後呢 最後的動作就是計算 跟印出它的成績 就這樣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很隆瞳的 對不對 這個也是很ropp嘛 不是那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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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tail的東西 但是它就是把我們剛才的第一個步驟 決定考試的平均 再進一步去把它更細緻化 那這個就是first refinement 第一步的改進 初始變數 然後來做輸入加總 然後計算了幾個考試的成績 最後做計算 然後印出來它的平均 所以這個東西也是一個叫什麼 目前還是一個循序的結構 還是一個sequential 就是第一步做什麼 第二步做什麼 第三步做什麼 大概都是這樣 就還是sequential 還不知道所謂的 會有什麼選擇啦 或者是重途啊等等 好 所以到目前為止 這個第一個refinement 只是都還不知道一個循序的成績 還是一步接一步去做 那接下來的 更進一步的refinement 好 我們把initialized variable 就是什麼 剛才說的initialized variable 第一個這個shutocode 我再進一步去把它改寫成什麼 改寫成這個變數的累積 那所以我們的initialized variable 最後就改寫成什麼 改寫成initialized total to 0 還有initialized counter to 0 那這個就是我們對應的 對應的這個initialized variable 就是等於它的上一個階段 上一個上一層啊 上一層 上一層就只有寫一句話 叫initialized variable 那initialized variable的下一層是做什麼 那下一層就是做initialized total to 0 跟initialized constant to 0 好不好 那就是更下一層 好 更詳細的 那 我們這邊只把total跟content做初始化 那我們的平均分數跟單次成績 這個不需要初始化 因為它這個過程中間 因為自己會被存入資料 所以我們不需要做進行化 接下來剛才的這個第二個 statement input, sum and count 對不對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要開始去做了 那這部分的話就把它更細緻化 那更細緻化過程中間 我們就剛會用到我們所謂的 警示訊號來輸入這個東西 那還是一筆一筆輸啦 那等程式它檢查到 你輸入了這個警示訊號的話就停止了 所以這是第二步 那這個第二步的seudo code 也就非常重要 所以這邊的這個部分就是input的first grade 這時候因為你不知道事先是多少 你不知道你事先要輸入幾筆 所以這時候你的seudo code這邊要注意 跟剛才的seudo code不太一樣的嘛 它要先輸入第一筆資料 它要求它先輸入第一筆 它有可能不會輸入喔 所以這邊還更厲害的是 它有可能使用者在開這個玩笑 說我看這個就不要輸入 也有可能啦 因為我們說一般話嘛 一般話你就要考慮各種 可能阿貓阿狗 雞尾狗跳的心情都會發生 所以你可能輸入一筆 你有可能輸入三筆 你可能輸入一百筆 一百千筆都可能 你有可能輸入零筆 甚至你都可能輸入零筆資料 那就是一般話 因為我把所有的case都考慮到 總是有人這麼無聊嘛 所以程式有時候會盪掉 的原因是因為你如果考慮得不夠一般話的話 一些特殊情況一發生 那個程式就會盪掉 那所以這邊要一般話的情況之下 我們先讓程式先輸入第一筆資料 那接下來就來判斷 如果使用者還沒有達到這個 所謂的Sentinel 還沒有達到這個Sentinel 就是沒有達到那個什麼 警示的值 就是它輸入的過程中間 它這時候又靠那個警示值 來做它Terminant的條件 因為我們剛剛說過 你不確定的輸入的過程中間是 使用者在輸入這些資料的時候 如果它都是輸入正常的資料 我就持續讓它輸入 直到它輸入一個Signal 直接直到它輸入一個 叫做警示的那個資料值的時候 我的這個回圈 因為while這個回圈才去Terminant 才去結束掉 所以這邊的while的條件 跟剛才的那個SewDocode 有沒有不一樣 這不一樣 剛才那個是用一個counter去算有沒有 剛才不是用counter去算小於等於10嗎 但是現在不是啦 現在是用什麼 while user has not yet entered the Sentinel 就還沒有輸入這個警示值的時候 它持續還是會run 那run的過程中間 它就會先 因為你這邊假設已經輸入第一筆資料 我們就把剛才輸入的資料 加到這個poto 然後再接下來去add one to the great counter 然後再把counter 那這時候還是要計算counter啊 為什麼 因為總是要知道使用者最後輸入幾筆資料嘛 因為你今天不知道它是先輸入五筆 還是還是一百筆等等 所以你必須在這個回圈裡面 還要額外的功能去計算使用者輸入幾筆資料 因為你要算average啊 你要算average 你沒有那個總人數 你怎麼算average 所以你的回圈裡面還要加進去算這個 要用counter去算它的這個average 所以這邊的時候counter一開始是0 所以0再加進去才ok 接下來它的input 反而是在最後 是在這個回圈的最後才去input 才去input 那這個輸入input 有可能還是輸入它的這個sentanons 然後完了才回到這裡 所以這個回圈是比較跟剛才不一樣的回圈 有沒有看到 這個回圈是因為你的回圈次數不確定 所以我們會造成必須要用這種特殊的方式來處理它 先讓它一定要先輸入第一筆 這一筆資料有可能是就是sentanon 那如果你第一筆資料就輸入sentanon的話 那你這個回圈就根本就不一樣 對不對 有可能 有人就說如果人家開玩笑 我一開始輸入就輸入-1 那這個程式就結束了 那程式結束 但是你這邊都沒有跑 沒有跑所以你沒有counter 你也沒有counter 所以你的counter跟counter都要把射程式0 對不對 這樣合理嗎 所以這個counter這時候不能射程式1 要射程式0 那如果射程式0 當然你現在如果假設輸入的是正常的 第一筆輸入正常值 然後接下來你進到這個回圈 你才可以繼續去往後去跑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0變成0的話 你這邊才會去加1 然後代表你讀完一個進來才會變加1 這時候你的counter才會正確的 是代表它是加1 變成1 然後接下來讀入第二個值的時候 讀入第二個值再回到這邊來 如果它沒有輸入這個幾次值的話 它會回到這邊 然後它才會再去 把這個剛才讀的資料 再跟剛才第一筆讀的資料 再去做加重 然後再把counter upgrade從1變成2 那這樣才會是一個合理的國籍 所以你們這邊自己要回去看一下 我在課堂上這樣講 你可能會聽不太清楚 你回去看一下這兩個 比較這個回圈跟剛才的 跟剛才這個回圈 還當包括你的書詞字 中間有什麼很大的差異 這個你們要自己去體會 我這樣講半天 你們聽得懂就算你們厲害啦 聽不懂反正就再回去自己看 這個邏輯沒有很多 好 那所以我們剛才的第二個部分 跟input sum跟counter 這個就是等於是這一塊 在做這一種這個動作 那接下來剛才說的 peculation跟print glass average 這個部分當然就很簡單了 就直接除以 除以它的那個counter的數字 但是我們說這是一般化的問題 如果你今天輸入0個呢 如果你今天輸入種成績 沒有的話 你這時候就除以0 除以0的話 電腦會怎麼樣 電腦會擋掉 所以這時候我們要搭配 搭配一個更詳細的檢查 所以我們的最後一部分呢 其實比剛才複雜一點 要判斷這個counter是不是等於0 如果0的話呢 我們就 如果不是0的話呢 我們當然就直接把它除以它的那個 把剛才的算 回圈裡面算出來的total 去除以它的counter 然後就可以green 口折的話是怎麼樣 如果不是等於0 當然就是0 那是0的話 當然就不要硬啦 就不要硬 就或者說 就說比如說 這次使用者沒有輸入這個字 變成這樣子的 所以最後一部分 它又更細緻化的 去搭配要搞除以0 能夠提出這個判斷 所以它就變 這個就是第二個的refinement 所以我們總共的refinement 就是從一開始 只有一句話 決定這個層次 這個class的average 或的quiz 就是這麼一句話 第一個refinement 變成是一個sequential的 初始化變數 然後輸入資料 加種資料 然後計算了幾次 這個quiz 然後接下來 cacarate 它的這個average 可以把它印出來 這是第一個refinement 然後再繼續把它更進一步 細緻化 就變成這樣子一個東西 那這樣的話 從top到第一次refinement 到第二次refinement 甚至以後有可能到更深的第三次refinement 那這就是一個結構化的層次的一個概念 所以你再發展一些方法論 如果你今天要面對很複雜的問題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類似利用這種top-down的概念 一種結構化的一個層次設計的概念 去把這個問題解析成一個大問題 然後再變成小問題 小問題再把它更細緻化去看 怎麼去處理這塊小問題 那層次才是一個叫做 很完整的結構化層次設計 當然對你們初學者來講 這個看起來有點複雜 但是你們 儘量學啦 因為以後 那種當然課堂上學的內容都是比較簡單的 畢竟是初學啦 但是這樣的方法 我還是希望你們要能夠了解 因為這個東西以後你們 who knows 我們今年就有個學長跑去口子往手 他就是因為上個機蓋的時候 他覺得他們會對電腦非常有興趣 所以跑去口子往手 所以我害了他還是他要去哪個地方 這個就是你們以後如果 當然以後你們如果繼續不管讀研究所也好 或是到一些公司上 如果有機會接觸一些城市化的設計 這他其實的概念 他其實這樣的概念不一定只是寫城市啦 以後你們再做任何的問題解決的過程中間 他其實都可以利用這樣的概念 就階層化的 先從大問題先左手 然後再把大問題分割成小問題 小問題再分割成更小的問題 然後在各個擊破之後 再會整回來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這個是一個problem solving的一個非常正常的程序 今天只是用來做核心設計 改編你可以用來做一個問題 一個project的一個解決的一個構成 所以為什麼要花那麼多時間接到這個 只是用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結構化的概念 可以用程式碼來做一個案例 但是以後你可以用這種方法 可以用在其他不同的一個領域 不同的問題上面都可以用這種所謂的top-down的refinement 或所謂結構化的一種程式 結構化的這種所謂的問題解決的一個process 來解決問題好不好 所以這是一個很有用的一個方法 所以我們花了多一點時間再說 那解決完之後 我們直接看他的程式怎麼寫 他程式也能解決 一樣on-site-counter-grade-photo 然後這邊多了一個叫做flow 這個可能沒看過對不對 有啊 flow就是什麼 時數 real number 那flow的average 然後接下來photo0 conc這時候變0 然後接下來你看 他一開始我們剛說過 在file之前 他就要你輸入一個什麼 輸入一個成績了嘛 所以他的這個部分就是什麼 提示資源 然後加stainf輸入資料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輸入第一筆資料 輸入第一筆資料 這時候你有可能輸入-1啊 如果你輸入-1的話 如果你這邊printf 這個當然printf是一個 這是一個提示資源 這是一個提示資源 然後scanf讀進來 讀進來這個是第一次輸入資料 然後接下來就到file 所以你的file這時候是什麼 他的判斷條件是grade不等於-1 因為我們這時候的stainf 就是他的警示符號是什麼 是-1啊 所以當你的grade不等於-1的時候呢 我繼續做這些動作 什麼動作 因為你剛才第一筆資料已經輸入了嘛 然後total就等於total加grade 所以就把它加走 然後counter就是counter加1這個做計算 然後這個就完成了這個所謂的 累加累計的動作 那接下來你看繼續在這個回圈裡面做什麼 又做同樣的動作 就是在做第二次的資料的輸入 所以你的提示資源是跑到這邊來 scanf是跑到這個後面 這跟剛才的那個 剛才那個立體的差別是什麼 剛才那個立體的差別是把creenf跟scanf跑在什麼 前面 那現在這個是跑到後面 所以有沒有不一樣 是不一樣的 那不一樣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你前面第一個已經有一個第一次的輸入在這裡 所以你接下來第二次的輸入就是擺在fire的後面這邊 好 那這樣子完了之後 當你輸入-1的時候呢 你就會結束 你就不會再繼續去做計算 不會去做total的累加counter的計算 這時候就直接跳出來 好 跳出來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再做計算跟輸出嘛 所以接下來說如果counter不等於0 因為counter就代表你輸入幾次嘛 如果它不是0的話 你就可以去算什麼 算average等於total除以counter 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宣告的變數 average是什麼 是flow 是時數 但是這邊有一個東西 它這邊加一個這個東西 這個叫做一個叫做 因為counter是整數啦 total也是整數 那你把total前面加一個瓜谷float 這個是一個叫做強迫它在這個過程中 因為不要忘記啊 total是整數啦 我前面加這個float是強迫這個整數 在這個計算室 在這個計算室中間 把它轉換形別 從整數轉換成時間 就這樣而已啦 那這樣是要避免的嘛 要避免變成整數除以整數的問題 整數除以整數 它會有什麼謂的tuncation 所以它的那個小數點就會怎麼樣切掉 那切掉之後 我剛剛說如果你算出來是81.2分 那個點2就不見了 點2不見它存到average 雖然average是時數啊 但是它存成82.0 它那個點2就不見了 有沒有 所以它這邊做的這個動作 就是強迫 就是在c裡面是合法的啦 是合法的 我強迫讓這個total原來從整數 因為這個quadroat的這個動作 讓它轉換成從整數形態變成時數的形態 然後再去注意 那如果你是時數除以整數呢 時數除以整數 c就會把它當成是時數 等於整數最小 我時數比你大 我的運算是只要有一個是時數 最後算出來結果都是時數 它會自動會做這種c的程序 大部分的程序也都會做這種探斷 所以這個 問為什麼 反正這就是人家規定 就是人家約定數成就是這樣 所以我先把這個變成時數就可以了 那counter我們就不用把它變時數了 因為它這還是整數 但是時數除以整數 它就還會是時數 它會有這樣子一個自動轉換的功能 但是如果你兩個都是整數呢 那你猜誰 大家都是整數 就這樣 ok 好 那這樣算完就是average 然後結果把它印出來 那印出來這邊是 它這邊用一個percent.2f 這個有沒有看過 沒有 一般就是percentf嘛 對不對 那這個點2在幹嘛 點2就是告訴你 它印出來就有兩個小數點 告訴你 這樣子就意思了 所以percent.2f就是讓average 它這個時數有兩個小數點可以印出來 那接下來是else 否則呢 否則的話就代表它 它說Counter是0啊 Counter是0當然就是代表 它一開始就輸入什麼 輸入Sentinel 一開始就輸入-1嘛 就代表它沒有輸入任何資料啊 那沒有輸入任何資料就代表 no write or enter 沒有輸入任何資料 所以它多了這樣一個判斷 那這樣的一個程式就很一般化 就是它可以來處理一般所有的任何形態的問題 都可以來處理 想清楚嗎 所以這是它一個例子喔 從75就是數到-1 好 -1晚它告訴我們這是possed的電腦就這樣 或者是你一開始人家 然後它故意導彈 enterGrad把它按-1 把V-1證明到Grad 然後再給你一個資料 所以這個回去的資料去玩一玩 那這裡面剛剛我們說過的就是所謂的 明確類型跟引含類型的轉換 剛才的這個blog跟total取理counter 就是要避免整處處理整處 結果為整處的這個問題 這個blog的括弧呢 就是一個叫做強制型別轉換 強制型別 它會直接把total來轉換成一個暫時的 一個叫做補點或者所謂的時數的一個投幣 那但是total當然還是整處啦 total還是整處 但是total原來是訊號整處還是整處 但是只過在這個過程中間 在這個運算式過程中間 這個blog強制它的轉換變成一個暫時的一個浮點處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做成自己 這種轉換就是 expercity的conversion 明確的轉換 明確的轉換 那明確的轉換 但是它是處理一個counter的一個 那counter是一個onsign的5號整處 5號整處 那基本上 基本上這邊就剛剛說的 c語言它基本上它行別要相同才會運算 所以它為了要確保它行別相同 所以它自己會把它做一個隱形的轉換 所以我們剛剛所謂的這個counter counter雖然是整處 但是它因為你的boding 前面的那個剛才的這個auto已經變整處了 所以它為了要讓它變成同樣一個行別 它自動其實它會把它變成是什麼 也是變成那些時數的概念去做運算 所以這種轉換就變成是一個比較隱函式的轉換 叫intristic control 反正你不用特別去記什麼隱性啊 什麼線性 反正就是你重點就是不要讓兩個整處相處 兩個整處相處 除非這個是你要的 不然的話兩個整處相處 一定會有所謂的整處的問題 所以你只要把其中一個 如果你是要讓它變成時數的話 你只要把其中一個強制轉換加一個float就可以了 那自己電腦吸塵室的compiler 會自動把counter變成float 自動把它變成float 然後去算 算出來結果才會存在這個area OK 這是一個補充說法 那另外這個percent.2f 剛剛說過的就是它的精度 它要精度 如果你percentf沒有特別寫點2的話 它預設的是什麼 預設是有6個 它會印出來小數點下6位 小數點下6位 那小數點下6位如果你覺得太長 那就算了 那這個如果你不寫啦 如果percentf你不寫這個點2的話 它就類似是percent.6f 類似這樣的東西 那你不寫的話 percentf就是percent.6f 那寫這個點2當然就讓它比較好 不要那麼多了 那其他的東西如果是4.5 那這邊有個例子 如果你是點2f 那你要印出來3.446 跟點1f3.446 一個算出來會是3.45 一個會算出來3.4 所以那是4.5度 那伏點運算當然 伏點運算理論上是比較精確一點 但是它當然不會精緻到百分之百分的精力 所以像我們如果說體溫是98.6度啦 那你體溫嗎 體溫是98.6度 98.6度 多少意思 shorthead shorthead 有沒有 這是華式啊 華式啊 應該是華式 98.6 設施多少 這個上禮拜是個那個什麼 實習課 是寫公斤跟棒嗎 可不是算是個華式 這個禮拜可以寫寫 98.6度 反正98.6度這個點6度 當然沒有幾天 它搞不好是98.5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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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是後面有很多很精細的東西 但是98.6 你大概ROF 你知道可能看就好了 所以那除了當然它本身就是一個 就是所謂的時數它可能本身就後面儲存很多之外 你直接相處也會產生 兩個整數相處也會產生一個什麼 產生一個real number 像這個10除以3就是3.33333-59大紅熊圓 對不對 就是你們 我已經跟你在學了一個極限的概念 就是這種東西 但是電腦你的每一個變數它其實是有一個空間 所以它都是純錄氣式值 所以雖然它是3.33333 它是一個時數 把它只要一個時數變數 但是這個時數變數電腦可其實 今天讓它可以進入到小數點下16位 小數點下16位之後呢 它就是一個ground 它沒有辦法吃那麼大的數字 那麼精細的數字 除非你今天是在做這種非常科學化的音算 它的精度需要到少數點下5、60位 那你可能就需要特殊的變數 那特殊的變數就是什麼 叫被精度的 double-free細菌的精度的東西 那當然它的電腦裡面所需要 配置的記憶體能量很大 那一般來說我們不需要那麼大 所以它一般來說 它的記憶體的問題不需要那麼大 所以這個我們大部分都存進世子的概念 好 我們還有一個問題 剛才的問題就是同樣的啦 我們要換一個問題 差不多大和小一也是要輸入成績 那這是另外一個潮狀控制的訓練 好就是反正還是有一門課啦 那學生要去修完然後考試照 然後呢 看他考 看他看表現怎樣 這些都是廢話 作點就是說 他要輸入學生考試的成績啦 那現在這個問題又是變得比較簡單 它有10個學生的力 所以我們已經事先知道有多少學生 10個學生 那考試結果不是1就是2 1就是成功 2就是失敗 然後類似這樣 那 那這邊他其實還要講 就是說如果假設這個老師 就是學生來參加S補習班的這種考試 這補習班 補習班的這個 這個就是開設的課 那這門課老師如果這班有10個人 那其中如果通過就1嘛 2就失敗 那10個人裡面如果有8個人通過的話 那代表這個老師教得很好 所以補習班就應該給我加薪 表面是這樣 假設他有這樣一個條件 那 所以我們他去summary 他基本上是在統計這個考試結果 那當然電腦也可以常用來做統計 因為數字嘛 數字就是統計Statistic 那Statistic就是很多數字的預算 所以你開始要做什麼 輸入成績1或2 那你要算看看 1的有幾個人 2的有幾個人 1的就代表過關嘛 對不對 那2就代表失敗 那如果超過8個學生通過的話 你就要說要raise tuition 就是你要提高 這個不是 也許這是學費啦 就是你要 就代表我們這個班不錯 所以應該下次學生會更多人來 所以我們應該要把學費再提高一點 類似這樣的概念 對不對 10個裡面通過8個算很高嘛 所以類似在做這個分類的統計 通過的有幾個人 沒有通過幾個人做統計 我們剛才成績輸入只算從程序對不對 有沒有算 有沒有算 好80分 就是說 像我們剛才那個題目 搞不好可以進一步來做類似這種動作啊 50個成績 A的幾個人 B的幾個人 C的幾個人 可不可以做 是類似的問題 一樣嘛 只不過我們剛才只算iverage 或是說剛才的那個實質成過 所以基本上 我們這時候需要兩個技術器 需要兩個技術器 一個是算過關的 一個是算失敗的 就這樣而已啦 所以就多一個 就是讓問題慢慢再擴充大一點 就是判斷這兩個 所以我們 如果按照我們剛才的那個top-down的 這個結構化程式設計的話 你一開始先去 要做什麼 這些事情 總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程式的目標 就是要分析這個考試的結果 然後決定是 這個instructor should receive a bonus 那什麼意思是說 這個instructor 如果教得好 他學費提高 學費提高呢 你這個獎師呢 他的這個bonus 他就額外的皇帝 可以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他要提高學費的意思 就這樣 讓獎師有多一點的bonus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目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整個目標 把它寫出來 那接下來就做第一次的改進 那這個我們說過 要用一個還是循序的 所以有三點 所以三點 第一個還是要初始化變數 接下來你要輸入 十次考試的成績 然後要計算通過還有失敗的人數 然後接下來再crim summarize這個結果 然後決定是不是要有一個 所謂forless 對不對 所以這個又是一個很簡單的第二層 這是第二層 這是第一次改進得到的第二層 然後接下來再把這個再更進一步 接下來所謂的第二次改進 再把剛才的這個過程 再把他更詳詳、更實質化 所以就變成這樣 你要初實化的 就是有pass跟fail的這個counter 然後還有這個student的這個 這個student的也是一個什麼 要做累計的一個counter 好 這個要算他的那個 因為他的回選有十個嘛 算十個回選 所以這個student也是一個 一個技術器 一個技術器 那只不過這個技術器 就是算全部的技術器 這個一個pass跟fail算個別的 toco跟fail的通過 所以這個是對應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 這邊就是要輸入資料 然後輸入資料 那這邊因為已經知道十個了 所以你的while 這邊一樣是less than is equal to can 然後接下來就輸入資料 那輸入資料之後呢 你要先去判斷 輸入的資料是屬於pass的 還是屬於fail的 然後再分別去做累計 所以add one to pass 或著add one to fail 這個就是在做通過後面的通過的技術 完了之後再算toto的 人數的這個統計 然後就回來 然後超過十就跳到下一個 不是下一個 跳到下一個section 那這個section就是要把這個結果印出來 代表多少人通過多少人失敗 那如果超過八個 我們就grade掉了整個bonus 所以這個就是最底層的 最底層的就是結構化下 這個結果 那程式呢 就是類似這樣 那這個程式也很簡單 然後他就是用assigned integer 這個pass fail跟student 那這邊student的counter就變得一了 你們注意到 為什麼 因為他也知道十個人 對不對 事先知道的話 就先把counter分為一 然後wire student 所以這邊沒有第一次輸入 他的第一次輸入是放在回規圈裡面 所以wire student小於等於10 然後printf就是一個提示資源 scanf就是一個輸入 有沒有 可是這個時候 這兩個就擺在quire的一開始 然後接下來是 如果你輸入的result 因為你的輸入是什麼 是10%result 這是輸入 那輸入他就有分1跟不是1啦 如果是1的話 當然你的pass就等於pass加1 這就是做通過人數的累計 否則的話就失敗嘛 否則就不用寫1 result等於2啦 這其實就不用 因為他不是1就是2 所以就是fail 那value value就等於value加1 然後real student再等於student加1 字在做學生的counter 結束完了 回圈之後呢 我就把多少人通過多少人失敗印出來 然後如果超過8個 就等於create的這個bonus 就這樣而已 那這個就是你輸入的結果 跟他就跑出來的結果 那這個6跟4 所以代表他就超過8 所以就不用印 那這個地方又超過8個 所以用bonus to extract 不會輸出 OK 那些剛剛好 這不難 好 最後我們還有兩個小段 還挺快的 這個都之前看過了 就是我們之前一直談到 所謂的assimen叫指定印算值 就是等號啦 等號啦 c等於c加3 對不對 當然都看過很多片了 那意思就是把c加3 都存到c嘛 對不對 這叫做指定印算值 叫assimen 那你如果嫌麻煩 c裡面還有一個方式 它就把它寫成 叫做加法指定 加法指定印算值 叫加等 我把它寫成c加等3 這很奇怪對不對 反正這是c的特殊語法 那特殊語法 c加等3 c加等3就等於c等於c加3 有沒有 它就是把加拿到前的去加等3 就是類似我c要再加一遍 c要把c加 c要把c加3 然後算出來 結果會存到c 這個叫c加等 這叫做addition assignment operator 那這個東西是等於這個 所以你下次看到這個 不要說這個是語法錯誤 這個其實就是等於c的 就是這樣 那你如果不習慣呢 也沒關係啦 你就這樣就好了 這個不要用也沒關係啦 那概念其實就是一樣的 原來是變數等於變數 然後有一個operator加上一個expression 這expression可能是加減或什麼其他的東西 那我現在可以把這個operator拿到前面去 就變成變數等於operator等於後面的這個expression 那這個東西有很多種 有加等、有減等、有乘等、有除等 還有這個什麼 percent等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個對應的意思 c加等7的話 就是c等於c加7 c減等7 4等於c d減等4等d等於d減4 然後e乘以等於5 就是等於1等於e乘以5 然後f除以等於3 就是f等於f除以什麼 然後呢 9 9percent等於9 就是9不是9 g gpercent等於9 這個就是g等於gpercent9 那你說這樣子有沒有比較好 心態 我覺得這個都會只有 反正就是一個語法而已 所以你不要用這種 不要用這種方式 你就用這種方式 那這種方式其實比較好理解 對不對 比較好理解 那就用什麼方式都可以了 就是這首 另外c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叫做d增跟d減 叫加加跟減減 因為我們剛才不是有一個c 有那個counter等於counter加1有沒有 有沒有 剛剛不是在做技術嗎 技術counter等於counter加1啊 它現在為了讓你減少這個麻煩 那就把它變成加加 加加的意思就是像加加A A++意思就是把A加1啦 那只不過 為什麼一個擺前面一個擺後面 它差別就是在於 加加A是先把A加1 然後把A加1之後再用A的值去算 算它的 接下來看它跟誰做運算 那擺在後面呢 擺在後面的時候 它是會先用舊的A的值運算完之後 再把A加1 所以等於一個事前就加1 擺在前面就把A先加1 再做出運算 那擺在後面呢 就是先A的原來的數值處理完之後 再把A加1做出運算完 是前後差別是這樣而已嘛 那減減也是一樣 加加的d增1嘛 那減減呢 就d減一樣